好 大家好 又来到 球迷吹鸡 好 都是我这个 好了 重温回昨晚 刚刚看完场 刚刚看完场 洛玉智对李斯特成 我也有提及过了 李斯特成作客成绩比较差 今年状态作客是差一点 所以就中了 赢了 我开始打算和的 谁知道赢了 恭喜洛玉智先 洛玉智现在是榜尾 需要护级 所以他的斗子特别好 我自己也有买了少少 反而我昨天提及过 想大家买个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的盘子 他赢了一球 你赢了一球 没钱收 我拼他赢了两球 或者三球 所以我就说 买个大 我觉得比买个王家苏斯达赢 不过原来更差 买苏斯达赢反而走盘 买大反而输了 因为1比0 两场都是赢1比0 内智是赢1比0 王家苏斯达赢1比0 不过其实总括成绩都很好 提供10场左右 由开始做这个节目到现在 赢了都6、7场 超过一半有七成 是吧 但我又不明白 是否这个巴打台 你们这些人不太喜欢看球 不喜欢赌球 喜欢赌马多些 观点不太理想 不要紧要 怎样都好 我多做一段时间 看看观点数 会不会有花好一点 或者大家真的对赌球 没什么兴趣 不要紧要 外面的平台 看贴士 看球要付钱 这里免费 对不对 不过你们不喜欢 没办法 无所谓 我都是兴趣 我是不是 我做不做节目 我都会研究的 那些球 我今晚晚一点 或者明早早 我看看时间 尽量 因为做马的资料 时间多些 我看看能不能说得及 其实做马很辛苦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做 不过我见 巴打台现在没有了菜马节目 有点可惜 我才想做一下 其实做马的节目是很辛苦 因为这么多场 做这么多 十几只马 其实很辛苦 Anyway 不要说废话 好了 刚才刚刚看到 螢幕那里就是英超 明天就英超回来了 因为之前踢了一段欧洲赛 今天我主要有几场波 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提供给大家的 先来头场 头场我提供星期六 第八场白礼顿 8点半开波 白礼顿 虽然他最近的成绩不是太好 但是其实他在近几场都没有输过 他不赢都是和的 即是说他主场虽然未必赢到 但起码他能够有个顶着 他有顶着的能力 而相反 最近水晶公作客成绩就不太好 所以这一场 我现在立一立盘先 走得很慢 ok 因为我看回赛绩 水晶公作客 其实成绩很差 最近的1 2 3 4 都是赢不到的 最多和的 全部都是输的 水晶公作客最近 最多和的 多数都输的 一输两输 两和两输 作客近四次 两和两输 ok 好了 其实白利顿最近成绩都不好 但是要呼吸 因为形势开始紧急 ok 这场的盘 就是现在 白利顿主场 在让评判而已 有百多水 那就 可以拼得过 可以拼 平半 半格拼全格 我比较 推荐白利顿的主性 好 接着下场 下场我提供 这个就是韦诗涵 韦诗涵和刚才那一场 白利顿和刚刚踢完那一场 诺域子都是一样 大家都要在榜尾 大家都是欠了4分 上下欠4分 一两场球 就已经可以 弹回到 尾四尾五 户级的位置 韦诗涵其实最近很差 但是 问题就是 修涵顿 虽然最近好像好一点 但是只限于主场 他作客都不是和就输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你韦诗涵 这次主场都不能够把握 去赢到修涵顿 那 没话要说 韦诗涵这些老牌球会 我觉得 又不像会降班 我觉得可能是 尾四 尾五个终点那一场 所以我觉得他这场 应该就要剃 要剃修涵顿 再不剃 我也不知道他想对着什么球队 现在暂时 其实他的盘 我就觉得 不是太有信心的 因为他最近的赛绩 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始终觉得 他现在平手球 平手九几岁 那就留一留意 这场23点 即是11点 今晚11点才开球 大家可以看了那一场 刚才我先看那一场白里顿 如果白里顿那一场中了 更加要卖韦诗涵 因为大家都在十五十六十七这些位置 要大家的分数很近 平手的 我觉得这场 可能最坏的都是和 我觉得最坏的都是和 因为如果他再输 真的有权降班 刚刚刚那场 诺域智又赢了 我没有记错 他赢了之后 差一分的 差一两分的 很少的 我记得 总之 紧张 这场他要拼命 对着修咸顿 都是榜尾 不拼命 我不知道等何时了 好 就这样提供这两场英超 好 另外有一场 OK 就屈福特 屈福特就是 其实很好赌 如果大家真的留意到 可以一阵阵才买 中了头冠白礼顿 才买 我提供那场 卫斯下 再中了 才考虑买 我现在提供这场屈福特 刚好三段时间 这段时间 就是一点半 晚上一点半 就是屈福特 屈福特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 为什么我都提供这个屈福特 不是因为他厉害 而是因为对家的利物浦 利物浦对家你都敢买 应该要这样说 因为呢 刚刚利物浦踢完欧联回来 还要输了 当然 你说论实力的 论实力的 无需争议 一定是利物浦高很多 不过就是利物浦作客 再加上 刚刚踢完欧联 我怕他的体力 一时间没回复到那么十足 还有呢 他现在的盘子 是让一球球半的 一球球半 利物浦让一球球半 但是利物浦高水 反而低水那边在屈福特 就是说呢 虽然 利物浦今年 我觉得他是想破纪录的 因为他现在这么久以来 我没有记错 由联赛开季到现在 未输过不得止 只和一场 只和一场 我没有记错 和曼联的 没有记错 希望我没有记错 那么他也很想去破 这个英超历尼的 最高职分纪录 冠军就在拿着了 其实现在我觉得 对利物浦来说 纯粹是为这个名誉而战的 基本上他现在 再在渔下的赛事 多赢四场 就不需要你第二位的 曼城啊 其他球队 赢定输的了 只要他赢 自己把握 现在还要是曼城不输 只要曼城一输 基本上他赢了两场 就可以随时立刻封黄了 差不多 所以利物浦这场 刚刚踢完欧联 可能他这场 会稍微收起主力 休息一下 又或者 因为上场 去西班牙 去西班牙 Anyway 他的实力一定是绝对高的 这个不需要质疑的 但是他因为盘仰一球一球本 他可以人一球都可以 所以我提供 屈福特 想偷一偷 而且屈福特的排名 都不是高 都是很尾 尾尔 他也是同样受主 所以我今天提供这几队英超 全部都是15 16 17 18 19 这些位置 球队全部都是互级分子 博他们的斗志 其实我三队 提供这三队都有同样的东西 就是说 互级 主场 要拼命 对家有缺点 所以我拼这几个项目 所以想提供给大家 而且这一场和球都可以 和球 而且输一球都有钱赢 刚才那一场韦斯咸就平手 和球都不用输 是输球就没办法 当然输球就输了 另外白礼顿就是平半 平手半格拼全格 拼他不输半格 赢了 希望他最多输半格 赢输价有 卖球 但希望尽量不要亏 输 输的输少一点 好 另外英超主力提供这三场球 另外我想提供一场比较冷门 我和大家说过 昨晚我自己很喜欢投注南美足球 我提供一场明早7点半的 艾斯宾努娜 主场对维纳迪玛爱华顿 这些是冷门的 不过如果大家喜欢的 可以听我买一点 好吗 艾斯宾努娜 最近上场作下他赢球 但上场主场他输了 其实他成绩也挺飘忽的 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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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经常跟大家说 就是南美足球 其实没有什么 哪一队是非常超 主场会踢高一点 第一 第二就是说 要看回对家的作下 这个维纳迪玛爱华顿 那个作下对家差到 没赢过 近这五六场 没赢过不止 不是和就输了 现在的盘子是让评判 大家可以买一个评判 都是那一句 我觉得输就未必输到的 都是那一句 半格拨全格 可能他未必赢 最多和 你输半格而已 但一赢就收了 所以我就提供这一场 南美智利波 这一场智利波 好 Anyway 今天提供四场 头关 白礼顿 大家可以过关 他喜欢 三川四 这三场英超 喜欢过关都可以的 没所谓 头关 白礼顿 评判 次关 就是韦斯坚平手 第三关 屈福特 受让一球 球半 另外加一场 智利甲组联赛 就是让评判 对着对未作下 连输五 五场都不胜的球队 另外昨晚提供那两场 提供中了一赢一输 算是李斯特成的那场 我就中了诺费捷 王家苏斯特就输了大 因为开过小 另外还有三场 墨西哥 墨超联的 未开球 所以未接赛过 那就留下明晚 再跟大家重温赛过 Anyway 都是那一句 支持我 Facebook YouTube 订阅 追踪 赞好 留言 支持 明晚再跟大家见过 拜拜